日元对美元跌势猛烈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美日两国的货币政策分歧越越大 因为现在美国采取的是激进的紧缩政策 但是日本央行还是坚持他们的宽松政策 一个紧一个松 所以延迟市场预期了 日元未来还有可能持续下探 现在不可能会下探到150价位 五颗烧卖搭配半盒白饭 这是日本小学生最爱的烧卖便当 但这个餐盒未来在日本将越来越贵 一盒恐怕要价新台币185元 而这只是日本物价持续飙升的案例之一 日元对美元6号一度跌破142日元 创下24年来新低 口袋里的钱越来越薄 日本民众说的日子真的很难过 日元狂扁推高进口商品成本 再加上能源价格原物料都持续上涨 导致日本物价失控飙升 根据日本媒体分析 这个月开始价格上涨的食品项目 多达2424件 平均价格涨幅约16% 但现在受到日元贬值影响 10月开始将有6000件食品价格变高 外食贵松松对于一般小家庭来说 三餐更是一笔巨大开销 一年家庭开支 预计将增加超过新台币16000元 家电类商品也将同步调涨价格 目前的价格与年初相比上涨30% 分析师预测主要是因为日元 与其他国家主要货币政策差距越来越大 日元跌跌不休已经引起 日本政府严重关切 财务大臣林木军一重申 日元大幅波动 不可取他正以高速的紧迫感 注意会时发展 汇丰控股高盛和瑞税证券都预估 日元将继续看跌 未来日元对美元还可能跌破145日元 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会加速回升 新闻张力朱江林报道 日元下探150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但人民币对美元眼看很快就要破7了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中国海关今天公布8月的贸易数据 结果这些数字都远远差于预期 当中最受根据的就是这个出口成长率了 年算率只有7.1% 远低于预期的将近13% 再来在进口成长的部分 几乎是躺平的只有0.3% 在8月的贸易顺差也是出乎意料的低 这个数字竟然是还不到800亿美元 进出口的贸易数据这么差 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疲弱 所以对人民币更进一步造成贬值压力 离业人人民币对美元的回价 已经见到了6.99%随时破7% 亚洲货币对美元竞相贬值 日元下探144% 韩元则是跌到了1380% 韩元的位置也是13年来新低 韩元下缩也反映在贸易数据上面 8月份南韩的贸易逆差达到了94亿美元 创下史上最大的单月逆差总额 而从历史上来看 过去南韩四度出现贸易逆差 随后都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 这回南韩是连续五个月出现逆差了 也替国际金融市场拉响警报 确实我们来看到上个世纪末席捐 整个东亚的亚洲金融风暴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是从泰国开始的 亚洲各国纷纷发生货币重扁的混乱状况 而随着美国强硬升息 抖制亚币疲弱不振 已经有专家出面警告 这一场金融灾难恐怕会卷土重来 美元强升 人民币几跌 加上日币 韩元 台币 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 这样的景象在25年前曾经上演 如今又历历在目 1997年7月香港主权移交才刚落幕 国际媒体的尽头马上转向泰国 第一个最重要的货币是泰国 是能够改善货币的情况 泰国财政部宣布放弃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 实行浮动汇率 泰铸硬声大扁 其他邻国纷纷遭受波及 同样固定汇率制的南韩 印尼等国家都发生 币值下跌的混乱状况 原本大幅局界外债投资 最后除了香港亚洲其他国家 全数放弃固定汇率制 国际通话基金的移动性 组织资金 支援提供的要求 热情 当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南韩 也无法倖免 被亚洲金融风暴波及 1997年12月宣布破产 外汇局债304亿美元和IMF签署援助协议 南韩政府1998年开启现金运动 鼓励国民把家中存放的黄金 全部捐献出来援助国家 化解国家财政破产危机 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幻象 资本投资减少 让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隔年1998年亚洲各国GDP下跌 泰国萎缩幅度高达10.4%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南韩 各个陷入经济衰退 如今能源危机下 避险情绪持续高涨 美元独强 人民币走贬 其他亚洲货币的贬值压力更大 连带冲击新兴货币 和1997年当时似乎出现同样的氛围 就怕风暴再度发生 金新闻张员 王林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